昨天新北市警方接护了民众报案说 一家旅馆里头有激烈的争吵声 到场发现一名男子跟诈骗集团合作 想要分更多的赃款遭到拒绝 于是发生了争执 但是因为音量太大声了 邻居报警处理 才让整体事件因此曝光 来下去下去下去 来下去下去下去 原警掌握情姿冲进旅馆内待人 来自己下去 来你手背他后面 你手背他后面 我们都知道了 你就配合来 黑衣男子和女友还来不及反应 就被警力控制 又有一处炸团基地遭到捣毁 整起案子会曝光 全是因为集团内部分赃款时 谈不冷 争吵声响太大声 民众报案投诉才亿万倍掀了出来 事发在新北市新店 拥有毒品以及妨碍自由前科的 蔡姓男子情侣党两人 和无业的张姓男子合作 一边提供人头户 一边拿户头洗钱 张姓男子事后发现 对方收入远远超过自己 要求重新谈分成 但立刻引来不满 惨遭言语恐吓被囚禁 面对警方询问 诈骗情侣党却失口否认 还必中就轻 就连被害人之间的金钱纠纷 也只字不提 办案人员怀疑这个集团 其他共犯还在继续骗 将持续追查他们的上游 要找出母后黑手 接下来 张仁杰新北市采访报导 对方是